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不相同 当然能力也是不同的 一直到现在 美国曾出现过多次总统行选 在历次美国最伟大的总统选择时 林肯基本上以压倒性的优势位居第一 大家要知道的是 林肯的出身其实并不太好 虽然他在南北战争期间解放了黑人奴隶 并且维护了美国的统一与完整 但也有很多总统的功绩 并不比他差 如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 完美解决了美国的金融危机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他还带领美国人民打败法西斯国家 实现了世界和平 而且在他的治理下 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后 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再来看看华盛顿总统 他亲率美军打败了强大的英军 建立了美国 堪称是国之军 然而林肯功绩并不比华盛顿高 为何被评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 而这一切最伟根本的原因 是因为林肯个人的性格和心态 林肯不论是面对多大的苦难 都会永不服输 并且能够冷静面对 大家要知道的是 林肯是农民出神 从小到大 其实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练和考验 后来做生意也惨遭失败 哪怕是做律师 其实也并不成功 自己准备结婚的时候 女友却突然去世 这对于一般人来说 是一种莫大的挑战 许多人会因此一蹶不振 但林肯却并未这样 他最终还是选择坚持下来 据资料揭露 在南北战争期间 由于林肯的错误决策 导致北方军队一度陷入到绝境中 但林肯却丝毫没有放弃 继续冷静面对 并且解放黑人奴隶 率领北方军队彻底打败南方军队 赢得了南北战争的胜利 避免了美国的分力 其实林肯之所以伟大 恰恰就是因为如此 一个人之所以伟大 并非是因为他本人有很高的本事 而是他面对多次失败时 能够坚持下来 不放弃 并且带领身边的人走出困境 而在这个上面 林肯绝对是做得最好的 据资料揭露 罗斯福总统曾多次说过 每当他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林肯便成为了他人生中的强大精神支柱 在那个时候 他都会看一下林肯的画像 并且从中获得巨大的能量 而这其实也就是林肯成为 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总统的原因 只是可惜的是 林肯在维护国家统一之后 却不幸惨遭小人刺杀 如果他没有遭事 也许能够带给后世更多的传习 笔者认为 林肯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政治家 最终能够成为美国总统 着实不易 而且让人佩服的是 他敢于力排众议 在南北战争进行到最为激烈的时刻 签署废除黑奴的法案 解放了黑人奴隶 许多黑人为宝贝胜利过时 纷纷参加北方军队 在某种程度上打 大加速了北方胜利进程的到来 当然除了林肯外 其实华盛顿总统也是极为伟大的 毕竟他当时乃是大权在握 但为了民主的早日实现 主动放弃权力 实现真正的民主 这样的气魄 一般人也比不上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